宗徒大事录第七章 大司祭遂问说 真是这样吗 斯德旺答说 诸位人人弟兄 诸位父老 请听 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 还在美索布达米亚 还未住在哈兰以前 荣耀的天主曾显现给他 向他说 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你的家族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那时 他虽离开了加瑟丁人的地方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后 天主又叫他从那里迁移 来到你们现今所住的地方 在此地 天主并没有赐给他产业 连脚掌那么大的地方也没有给 却允许了把此地赐给他和他以后的子孙做产业 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儿子 天主还这样说过 他的子孙要乔居异地 人要奴役虐待他们 共四百年之久 天主还说 我要乘治那奴役他们的义民 此后 他们要出来 要在这地方恭敬我 天主又赐给了他 歌笋的盟约 这样 他生了伊撒格后 第八天 给他行了歌笋礼 以后 伊撒格生了雅各伯 雅各伯生了十二位宗祖 宗祖们极度若瑟 把他迈到埃及 天主却同他在一起 救他脱离了一切磨难 并在埃及王法郎面前使他得宠 有智慧 法郎就派他总理埃及和王家事务 后来在全埃及和克纳汉 发生了激紧和大难 我们的祖先找不到食物 雅各伯听说 在埃及有粮食 就打发了我们的祖先去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若瑟被他的兄弟们认出来了 法郎也明晰了若瑟的亲族 若瑟遂打发人 请自己的父亲和所有同族前来 共计七十五人 雅各伯下到了埃及 以后他和我们的祖先都死了 后来他们被运到摄根 埋葬在亚巴郎用银架 从哈摩尔的儿子在摄根所买的坟墓中 天主向亚巴郎所应成的恩许的时期来进了 这民族在埃及就逐渐繁殖增多起来 直到另一位不认识若瑟的君王起来统治埃及 他就用计谋压迫我们的亲族 虐待我们的祖先 叫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孩 不容生存 就在那时期 梅瑟诞生了 他为天主所喜爱 在父亲家中养育了三个月 他被抛弃后 法郎的女儿却将他拾去 当自己的儿子养育 梅瑟学习了埃及人的各种智慧 他讲话办事都有才感 当他满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心中起了看望自己的弟兄 以色列子民的愿望 他看见一个人受欺压 就加以慰护 为受欺负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个埃及人 他以为自己的弟兄 明白天主要借他的手拯救他们 但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他看见他们打架 就劝他们和解说 同仁 你们原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伤害呢 纳七压近人地推开他说 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 难道你愿意杀死我 就像昨天你杀死了那埃及人一样吗 梅瑟因这句话 便逃跑了 在米德阳地方做客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里 有一位使者 在荆棘从火焰中显现给他 梅瑟一见 就奇怪这异象 他正要前去观察 有上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祖先的天主 吉亚巴郎 伊萨格和雅各伯的天主 梅瑟就站立起来 不敢前去观察 上主向他说 将你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 我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的苦楚 也听见了他们的哀叹 所以下来拯救他们 现在你来 我要打发你到埃及去 这梅瑟就是他们曾否定说 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的 天主 天主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 打发他做首领和救赎者 就是他领了他们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四十年之久 行了奇迹议事 这人就是那给以色列子民说 天主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 像我似的先知的梅瑟 就是他在旷野时 在惠众中 立在西乃山 给他说话的使者 和我们的祖先之间 领受生命的话 传授给我们 我们的祖先却不肯听从他 反而拒绝他 他们的心已转向埃及 遂向亚郎说 请给我们制造神像 在我们面前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 这位梅瑟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他们就在那几天 制造了一个牛犊 向那偶像奉献祭品 并因他们手中的作品而欢乐 于是天主转过身去 任凭他们恭敬天上的军律 就如在先知书上所载的 以色列家 你们四十年在旷野中 何尝向我奉献过牺牲和祭品 你们抬着摩雷克的帐木 和棱帆神的星辰 为朝拜你们所制造的偶像 为此 我要把你们迁徙到巴比伦那边去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中 有一个作证的帐木 这帐木就是天主吩咐梅瑟 按他所指示的式样制造的 我们的祖先相继承受了它 当天主把一民 从我们祖先的面前赶走之后 他们便同若苏厄 将此帐木运到继承为业之地 直到达位的时日 达位在天主面前获得了宠爱 就恳求要为雅各伯的天主 寻找一个住所 撒罗满便为天主建筑了殿宇 但至高者 本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中 正如先知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建筑什么样的殿宇 上主说 或者我安息的地方是怎样的呢 这一切不是我的手所造的吗 执拗和心而未受割损的人啊 你们时常反抗圣神 你们的祖先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位先知 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 他们杀害了那些欲言义人来临的人 现在你们都成了那义人的出卖者和凶手 他们一听这些话 怒从心起 向他咬牙切齿 斯德望却充满了圣神 注目向天 看见天主的光荣 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 遂说道 看 我见天开了 并见人子站在天主右边 他们都大声乱嚷 掩着自己的耳朵 一致向他扑去 把他拉出城外 用石头砸死了 证人脱下自己的衣服 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田 当他们用石头砸斯德望的时候 他祈求说 主耶稣 接我的灵魂去吧 所以屈膝跪下 大声呼喊说 主 不要向他们算着罪债 说了这话就死了